早點視頻 沿途有方榮的時間 迎光幕見到方榮師傅 大家好 師傅前幾集 我們一年講了四集 關於一些案例的分析 請教了一些你八字的知識 講一下月齡 我相信很多人 都可以在裡面吸收到一些知識 今集我們比較有趣 我們講一下上 是嗎 面相 是呀 剛巧這麼有趣 因為手上拿了一個道具回來 有隻耳朵 有隻大耳朵 大耳朵 有隻大耳朵 所以想請教 特別在一些破相 是不是俗語有句話 叫文充自破 是嗎 即是 文行自破 文行自破 因為文就是環魂的文 是 行就是受傷 或是我們叫做結合的文 智跟馬力有少許分別 馬力是凸起的 智是一點的 是 破的意思 你平常在面上出現了這種情形 都是不好的 所以它叫做文行自破 噢 我們又在這個文行自破的角度 我們不如說一下耳朵 行 我們面相學來說 耳朵叫做彩挺功 彩挺功 那隻耳朵是用來聽東西的 如果你的耳朵很漂亮 聽的東西都比較正面 你的耳朵不漂亮 你就喜歡聽一些八卦的東西 噢 我們叫做 而耳朵呢 在那個上學來說呢 就有一句說話 鼻祖耳孫 為什麼呢 原來一個小朋友懷孕 在媽媽的肚子裡的時候呢 超聲波一照 就照到鼻孫的 很明顯地拔出來的 那隻耳朵就看不到 因為它在媽媽的肚子裡 那隻耳朵就會貼起來 很貼的 很貼的 那生了出來的時候呢 那隻耳朵就開始生長了 那媽媽也已經生長了 將它的耳朵deathは 相反這時候呢 那個鼻子就開始定型了 定型了 informatica 那隻耳朵就會不斷增促的 我們叫做 所以ặcum 很明顯變得 像是耳朵 會不會強調的 譬如這麼說,他小時候沒有耳珠,耳珠好像大了一點 他小時候耳朵貼,幾個月之後耳朵彈了出來,不起變化 這是前人的經驗,發現原來在媽媽的肚子裡 照著超聲波,第一個看樣子會看到鼻子 出生之後很明顯看到耳朵變化,很明顯的 所以叫做微造耳酸,一般來說耳朵要夠大,要夠口肉 要大隻口肉,有耳珠,所以耳珠就叫做耳垂 就是說耳朵這個位置就叫做耳垂 越大隻,越凍得低就越好 我們叫做耳朵有耳垂的小朋友來說,我們叫做小時候 他那個物質,或者家庭的助力會大一點 如果你是沒有了這個耳垂,人生你小時候會 家庭會比較辛苦,就算你爸爸賺到錢也會覺得辛苦 所以你看到小朋友,耳朵又大,又有耳珠,這些耳上又一流 就是小時候不休息了,我們叫做有機會望望父母 我們叫做耳朵,而耳朵來說,耳朵就叫做輪,耳朵 那裡面這一塊就叫做鑊,叫做鑊 所以有時候有一句說話叫做輪飛鑊反 所謂輪飛鑊反就是裡面的鑊,耳朵就反了出來 那些鑊就突出來,這些以上都是沒有的 那我們前人說,如果媽媽懷孕的時候 受到驚慌,或者吃煙,吸毒 那小朋友的耳朵就容易產生輪飛鑊反 因為媽媽,媽媽就怎麼說呢,就鑊著那個BB 她是第一時間影響那個BB的嘛 我們叫做,媽媽吃什麼她吃什麼 媽媽受到驚恐,一定會嚇到她的 是 一定的,所以就是說,為人父母呢 就是懷孕前呢,以前我們年輕人那時候就教我們了 是不是呢 出去旅行,浪漫的音樂 喝多點牛奶,讓她出生八八正 我們叫做,柔和的音樂 讓她多看一些正能靚的書 聽一些好聽的東西 那BB聽了之後呢,將來她就乖了 肥肥爸爸,中國人喜歡肥肥爸爸 長大聰明智慧 這個時候就要胎教 是 這個時候,我們知道 那,原則上來講呢 就是這樣說 整隻耳朵呢,就不可以有奔同缺 是 那如果有奔同缺 就代表了那小朋友呢 小時候就會有些跌傷、整傷、災難性的東西 師傅,我看到有些人呢 那她可能呢,她不一定是說,喂,很明顯的崩崩 而是她總是有一個位置呢 就是可能例如頂上 她很有趣的 零零零零零零零 平了一塊 平了一塊 那些算不算破算 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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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算破的 那些變成了來講 她家小時候她還是遭遇到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就是我們記得到有些人呢 就是說父母的婚姻不好 是 其實你要為那個嬰兒的相負責,如果是相學來講 那有些口缺的,何知人家父母兄弟二 眉眼高低就以兩樣 就是告訴你你有異性兄弟,或者父母婚姻不好 你的耳朵就會一樣,就會不同,又站高低 就是告訴別人,因為父母分離,所以你的耳朵會這樣 為什麼父母分離,因為父母不是媽媽 或者你父母吹胞兒,異性兄弟,或者媽媽外面有另一個男人 變成反映了在小朋友身上 如果媽媽陀著的時候,父母吹滾,刺激到媽媽 那媽媽就會影響孩子 如果媽媽就整天愁眉苦臉,晚上晚上躲起來哭 那個嬰兒一定感受到的 所以嬰兒生出來的相就不可以了,對不對 要不就是耳朵出事,要不就是眉眼出事 那你就變成大人所做的事,就影響了那個嬰兒 所以人家說,一個小孩子的相,其實父母是要負責的 所以這方面我們就要注意 OK 那師傅問一下,如果耳朵大概有些位置 有些字,通常會有什麼意象呢 沒有的 那你就是,逢於上學來說 你小朋友一到十四歲是個以上的 那你那些蜜同志停留了在那個位置 是多少歲的時候 就代表了這個小朋友 那時候家裡有什麼事發生 就變成了不開心 所以變成了如果那些小朋友看到耳朵 有某一個霧位,有些蜜、痣在那裡 那那個時候,他家裡一定有些事情發生的 就是相學的事情很神奇 你想想,那你的臉這麼大的 你讀到那個位置,不停蜜、不生蜜 是在那裡生蜜的 就告訴別人,那個時候有些問題 就是了,我們 那變了來說,這個真的要注意 那一般來說,很有趣的 那我們中國人認為,耳朵這個耳垂 是會不斷生長的 那因為耳朵的耳垂越大 越長,越有福氣 那為了要加強的福氣 那所以那些女生就要打耳洞 跟著就吊耳環下去 是 那久而久之,就坐牢長一長 哦 就越大就越長,就越有福氣 是 那就好了 因為你小時候看耳朵的歲數之餘 原來你老了就要回頭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是 太公八十餘民王 是 哦 是 綁著一隻耳朵 全都放下來 姜太公八十歲都憂鬱 原來兩隻耳朵 老來都要靠他 嗯 就是有些耳朵有這些 但是剛才你所說的 如果有些人喜歡釘耳朵 甚至乎有些人喜歡釘耳骨 甚至乎有些人喜歡釘到 釘這個叫什麼 封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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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說 你自己去到二十歲 跟自己的相去負責 那你說你自己二十歲 你就釘耳朵過了 不過到老年的時候 回到一隻耳朵的時候 你的船真的是混蛋了 你今天所做的事 原來 就是到你老了 然後才拿回你的債 是 這些 那些因果 就是我們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做這行 都很有趣 就是因為你年輕的任性 搞定你自己老了 生病 碰阿困 就是自己受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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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今時今日做過這些事情 那 就是到你老的時候 要承受的 都是一樣 是 是吧 師傅我另外 我看到有些人很有趣 他本身一定都是 體毛比較旺盛的 是 是 他連耳朵的孔都說 那些毛是差出來的 有沒有問題呢 這些 耳朵有毛那些 都是叫做獸毛來的 OK的 OK的 耳朵那些叫做獸毛來的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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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如果 無法那裡來講 那 就是 那些 胡 蘇 染 我們中國人都認為 男性來講 有這些都叫做好事 哦 哦 是 男性 OK 剛才提及到 紋痕致破 我又留意到 有些人 他在他的耳朵上面 有一條狠的 我也有 我也有 是的 我也有 是的 那這些有沒有問題呢 其實 問題很大 哦 這些是病徵 哦 病徵 所以 你一看到 你耳朵有些紋 那你就主要飲食 哦 一定要主要飲食 是 這些病 就是飲食的東西 哎 這些是 三高糖尿病的訊號 哦 是 這些是訊號 這些 所以 變成了 自己發現自己 那個 那個耳朵耳垂 那裡出現了些痕 那你自己飲食 要小心一點 我都減不了肥 都算厲害了 就是 熬到今時今日 今年才告訴我 我聽 血糖高的 都已經叫做厲害了 是 都熬了一整七八年 都保持得不錯 不過 就是 吃少了很多美食 是 人是這樣 你想多玩兩年 就要戒口 是這樣的 哎 這些 你中醫也是這樣說的 是 中醫也是 我們 就是 上法 和這個中醫 中醫都是 就是 文文旺切 都是同字 一個源流 嗯 這些 是吧 很多 我們的口缺 什麼 肺炎兩全紅 青筋白鼻糧 那些 都是中醫口缺 哦 哦 很近 大家都是這樣看的 師傅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很多時候 關於以上 我聽到 就是 什麼為之好呢 輪廓分明 但是我真的 不太懂得分 什麼叫輪廓分明 因為我有時候 見人 他的結構 是很複雜的 你知道我說什麼 很多狠 很多 一些 彎來彎去的 有些不是 很少的 其實什麼為之 輪廓分明 懂得說過 耳朵那邊叫輪 裡面叫廓 是 輪就要齊齊齊齊齊 廓在裡面 最好 跟耳朵分開一點點 每次一太敗了 哦 他分明的 分得清清楚楚 沒有軍 沒有文行自破 那些就叫輪廓分明 是 那些會好一點 是 他這樣叫輪廓分明 哦 哦 就是這個意思 這些 最後 我想問一下 有些人 他的耳朵 高低 高我們經常聽 耳高的眉 就很好 但最近不是 例如最近 MIRROR的藍藝人 Anson Lo 他出名是低的 低得是有些 大家都覺得 好像不太正常 那耳朵低有些什麼的意象呢 那自己的古人就說 你耳 眉高一串 就說你人是聰明的 就叫陽明的 是嗎 耳低於眉 這些人呢 成名機會率是低一點的 要經過一番努力才行的 而這些人呢 就有機會 相比一下 你耳朵高於眉 那些人 永遠都是聰明 比耳朵低於眉 那些 你耳朵低於眉 那些 你要很注意身體健康 我們叫 因為你耳朵 人家說 耳朵大隻 有耳朵 就長命 耳朵小隻 沒有耳朵 就短瘦 因為你的耳朵 如果低於眉 又薄 身體不好 你沒有健康的身體 你怎麼去支配你的事業呢 是 這些 那Anson Lo是誰呢 Anson Lo是一個MIRROR 藍屯 姜濤你有聽過嗎 姜濤我聽過 姜濤的朋友 也是那個圖裏 也是很出名的 是年輕人 是年輕人 最出名的 基本上就是他們兩個 不是姜濤 就是Anson Lo 我也要上網查查看 他耳朵怎麼低法 很低的 低到很神奇 低到鼻子 真的很低 如果那麼低 就考慮到小時候 家庭的家庭背景 會比較差 哦 那你從這個角度看 如果他低到這樣 但他現在又很出名 可能他真的很勤力 很勤力 一定是很勤力 如果你以低於眉 你以低於眉 古人說這些人 是難以揚名的 他比一般人慢一點 一般人是慢一點 不是他不勤力 不是說他不聰明 我們稱為 有時的事就是 知之所限 將勤補絕 我想他是一個很勤力的人 是 那我相信也是 好的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非常有趣的一集 希望下次有機會 我們再請師傅 可以多說一些 上或八字的知識 分享給大家 好…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